为了配合南部新城医疗中心的建设 南京大明路上的好多家4S店都正在拆迁 今天有不少居民向我们反映 说是在拆迁的过程当中 拆迁工地里边不知什么时候冒起了一个建筑材料处理厂 每天几十辆车子都把建筑拉紧拖到这来进行处理 您想它那噪音粉尘污染对周围的居民影响就不会小了 看现场 在现场记者看到工人在操作一个大型的粉碎机 把水泥砖块等建筑垃圾粉碎磨成石粉和小碎块 工人们说他们是一家专门做建筑垃圾回收处理的公司 哪边有拆迁工地他们就去哪 之所以来到大明路也是因为跟拆迁办签订了协议 办理了相关手续 把这些楼房拆除的同时 顺便把产生的建筑垃圾也合理的处理干净 秦淮区红花街道城管科表示 由于那些4S店建筑没有多少拆迁垃圾 所以他们就让这家公司现场清掉垃圾 可是现在发现这个工地没有按照有关规定 在加工过程中采取有效的防尘措施 工地里还有其他地方的建筑垃圾水泥墩子运进来 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会组织力量加大巡查力度 尽可能的断绝它从外面拓建筑垃圾进来加工 执法队员当即择令施工方对建筑垃圾覆盖 在加工生产过程中随时用洒水车防尘 并严格在规定时间内生产 如果再次违反规定 将严肃处理 江苏城市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